大家好 今天是3月9日 星期一 市場比較反覆 其實情況又不是說差得那麼緊要 因為早段受到美股上個星期 急跌二百幾點所衝擊 恒指低開成181點 最低見到23910點 即是說已經是在一百天線的頭 但是幸好沒有怎樣追股 況且A股跌幅漸漸收窄 下午更加到升六十一點收市 刺激到廣故也隨時作一個反彈 但始終勢頭都略為反覆 到收市那刻恒指收在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三點 比到昨天跌了四十一點 成交金額七百六十四億 由於連續今天的恒指 你已經第三天跌穿了五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亮起了中期調整的景奧 講明中期調整不是代表市會跌很多 意思就是說市在五十天線 十天和二十天線路上 是屬於一個逐沉頂的形態 起碼最低限度都市頂了 但是你既然跌穿了上述 剛才我說的三種平均移動線 勢頭不單止反覆 是會有機會進一步下限的 這個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形容 就是一個中期調整 始終來說 整個市況三月份 雖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高位仍然是二號的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點 低位就是今天九號的二萬三千九百十點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 在一個星期之內已經跌了一千零八十八點 如果說整個月來講 這個波幅不是特別明顯 但在一個星期之內也都不算少 所以就算市場向下走 預計只要沒有太壞的消息出來 沒有什麼特別黑天鵝事件 我自己覺得未必會跌得太多 都不知道 你說撞撞撞撞二萬三千七百 其實這個機會還是存在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跌得太深 那就要看了 因為三月份就開始業績公佈 四月份也都如是 還有三月份也都是 一五年的第一個季的季節來的 機構性投資者不大做粉飾 都略作粉飾 今天有少少 中證監說出來的一些新聞 就是容許四大各有銀行 是兼營了證券業務 這個對內地的券商股 就造成比較明顯的衝擊了 因為過去所有證券買賣是由券商去做的 包括融資各方面都是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規限性 這個規管性 一擴大到一些內地的內銀 各有銀行 中證監是發牌給他們 給他們去兼營證券業務 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就是說會令到一眾券商股 它在業務方面可能受到一個規限性 甚至是一個競爭了 所以券商股今天你看見 大部分都接近一個月的低位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 就算你給它做 各樣東西都不是今天給它 明天可以做得到的 始終都還有個時間 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券商和銀行在業務方面 其實都有少少不同的 銀行的規限性比較多 很多東西是硬斑斑的 但是券商可以靈活一些 但是始終銀行有一個 紅厚的財資的背景在這裡 所以在客源方面 它真的有一定的優勢在這裡 所以券商股其實今天也看到了 大部分都是持續反覆大遠 甚至乎有些是低位的格局 中信、海通、銀河證券 已經是試穿了一個月的低位 從技術上來說 早前買貨也好 你也是拿一個一個月的低位 做一個止蝕的位 就是跌穿了就止蝕了 但是很不幸 今天已經有幾隻已經跌穿了 問題就是自己拿貨 多還是少衡量一下 如果拿貨是少的 我還是不管了 繼續看好了 甚至下多一點我再加住 這是另一件事 但是純粹做一個 中短線的投機或者投資也好 你8.5、8.4買 你定了100元指示 你就100元就亮了警號 第一你減榜 第二你指示 最低限度你不要再加住 因為有時候在操作上 真的要機械性執行 很多時候就是 我100元這頭指示 那頭升上8.4 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了 就沒有兩頭來的 指示的意思就是 規限了自己 萬一投資失誤 或者計算失誤也好 萬一要損失的 我是遇到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千萬不要因為 遇到輸4元 到最後輸了14元出來 千萬不要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理性的投資者 最重要就是 懂得保護自己 但是如果你對個別的股份 你認為中期後市還是好的 而自己拿的貨又不是太多的 你有足夠的防守能力 那你就慈形保態了 什麼時候都是要說的 每一個投資者的持倉的能力 和能耐是不同的 對吧 那說回市場 3月中之前市場已經 不見了1088點了 那現在最關鍵就是 市場什麼時候能夠出現一個信號 不再繼續向下走呢 第一個要求 第一個條件 就是一定要回到50天線樓上 最低限度要回到50天線 而站在50天線之上 那就可以擺脫了續尋低位的威脅 不過現在這分鐘 似乎來說 勢頭還是比較反覆的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這個時間 再跟你聊